眼镜蛇是非常危险的动物,人们都不愿意靠近它,可是当一个男人看到了一只近乎泼水的眼镜蛇,它并没有选择离开,而是主动上前给它喂水,然而下一秒发生的事情令所有人大为震惊。 20岁的丹尼尔来自英国,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的他对大自然有着极高的兴趣和憧憬,当他决定独自去非洲探险时,身边的所有人都对这个想法感到相当吃惊,他们不明白丹尼尔为何要去那么远的地方,况且独自旅行也是十分危险的。 他们劝说丹尼尔不要冒险,但是年轻的丹尼尔并不认为这是错误的事情,他已经下定了决心,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。 在出发前,他一直在阅读书籍和杂志,还观看了许多关于非洲的视频,希望得到更多有关这片美丽大陆的信息,以便能够更好的探索。 在考虑之后,丹尼尔决定前往喀麦隆,那里有许多高山,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,好吃的食物,以及淳朴善良的当地人,这深深地吸引着他。 丹尼尔等不及了,他立即收拾行李,准备出发去冒险。 由于丹尼尔了解到喀麦隆可能会有一些流感疾病,为了身体的健康,他还特意去医院接种了相关疫苗。 同时,丹尼尔还提前联系了喀麦隆当地的导游,确保他不会因为突然到达一个新的环境而感到不安和恐惧。 然而,尽管丹尼尔做好了万全的准备,但谁也不能预料到未来会发生何事,出乎丹尼尔意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 丹尼尔这次的旅行有着一个很好的开始,他的导游名叫约瑟夫,当丹尼尔到达喀麦隆,他们二人顺利碰面后,约瑟夫想要将当地的很多东西都展示给丹尼尔。 在最初的几天里,他们一起去远足,游泳以及钓鱼,热情的约瑟夫还邀请丹尼尔到自己的家里吃饭。 二人相处得十分愉快,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。 可到了第四天,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 当约瑟夫骑着摩托车,带着丹尼尔在乡村市场中穿梭的时候,后座的丹尼尔被市场中大量的人群惊呆了。 这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,之前只在电视中见到这样的场景。 然而,就在丹尼尔向约瑟夫表达着内心的激动时,他突然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疼痛,出于身体的本能。 丹尼尔紧紧抓住了约瑟夫。 约瑟夫被丹尼尔突然的行为吓到了,原本紧抓车把的双手也有点控制不住了。 考虑到二人的安全,约瑟夫放慢了行驶的速度,将摩托车停在了路边,想看看丹尼尔究竟出了什么问题。 丹尼尔不确定这一种刺痛究竟是怎样引起的,但是当他解开颤衫扭扣时,他感到了更加剧烈的疼痛。 他发现身上有一处红色的伤痕,伤口已经肿胀成了一个大圆圈。 一看到这样的伤口,约瑟夫立即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他告诉丹尼尔,他可能被蛇咬了。 而当他们回头看刚才经过的土路时,他们发现了一条黑色的大蛇正在路上蠕动,大蛇还时不时发生嘶嘶的声音。 丹尼尔对此感到很不可思议,他对约瑟夫表示这怎么可能。 约瑟夫解释道,蛇可能是在它们减慢速度时爬上来的。 虽然当地的蛇通常并不会攻击人类,但总所周知,蛇具有很强的攻击性,人类也揣测不到这种生物的内心活动,也无法预知到它会对人类做出怎样的举动。 约瑟夫来不及向丹尼尔解释太多,毕竟对蛇咬的感觉可不怎么好受。 约瑟夫立即用水冲洗丹尼尔的伤口,这样不仅能使伤口周围保持干净,同时还能让丹尼尔缓解一点疼痛。 在处理完之后,他们需要找到一位医生。 约瑟夫向路人求助,路人告诉他们,镇上有一位医生可以帮助丹尼尔。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,为了丹尼尔的生命,约瑟夫以最快的速度将丹尼尔送到了那里。 当他们到底医院门口的时候,丹尼尔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了,他已经无法正常行走。 约瑟夫将丹尼尔扛在肩上,艰难地将他带进了医院。 约瑟夫呼喊着医生,由于当时医生正在吃午饭,他听见了焦急的呼唤,立即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。 当医生看到了丹尼尔的情况后,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。 嘴巴里塞满的食物也来不及咀嚼就咽了下去。 他告诉约瑟夫,这里并不是普通医院,而是动物医院。 约瑟夫扛着虚弱的丹尼尔待在原地不知所措。 但值得庆幸的是,医生告诉绝望的二人,这里有足够的药品和设备,足以治疗丹尼尔。 在得知后,约瑟夫和医生将丹尼尔抬到了病床上。 医生首先用生米盐水将伤口清洗干净,再用一些敷料将伤口包裹了起来。 然后,只见医生在柜子里来回翻找,寻找一种他曾经使用过的,可以治疗被舌咬伤的药品。 丹尼尔在病床上痛苦地躺着,看着医生忙碌的背影,他用虚弱的语气询问医生在找什么。 医生说抗毒药,这是唯一可以拯救你的东西。 丹尼尔开始感到眩晕,大家都意识到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。 就在这时,医生尖叫了一声。 他找到了抗毒药,转身开始准备注射器。 不到一分钟,医生就将药水吸进了注射器中,然后注射进了丹尼尔的体内。 与咬伤所引起的疼痛相比,丹尼尔几乎感觉不到针头扎进身体时所产生的疼痛。 在注射完之后,丹尼尔睡着了,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,他感觉好多了。 坐在旁边的约瑟夫,看到丹尼尔醒来后,避给他了一瓶水。 丹尼尔对这次的经历感到十分害怕,他第一次来非洲旅行,竟然差点丢了性命。 同时他也很感谢医生救了他。 在丹尼尔休息好之后,约瑟夫带着他回到了旅店。 然而,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,在丹尼尔旅行的最后一天,他又遇到了一件相当惊奇的事情。 那天,约瑟夫和丹尼尔外出游玩,由于医生告诉丹尼尔在康复期间要多喝水。 约瑟夫带着丹尼尔来到了路边的小滩,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会。 天气相当炎热,就在二人聊天时,丹尼尔发现不远处有一条蛇被太阳好得无法动弹。 约瑟夫判断出那是一条有着剧毒的眼镜蛇,由于担心受伤,他拉着丹尼尔就要离开此地。 但下一秒,丹尼尔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。 只见他缓缓靠近眼镜蛇,将手中的水放在了他的面前。 或许是眼镜蛇感知到了人类的友善,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带有攻击性的举动,而是静静地喝着杯中的水。 在喝完之后,他甚至对着丹尼尔点了点头,好像在表达着谢意。 眼镜蛇的行为另一旁的约瑟夫和丹尼尔相当震惊,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冷血的动物还能有如此温顺的一面。 小小的举动温暖了二人的心,在这瞬间,他们也明白了人类要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意义所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